沒有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一場特殊的團戰了 那這場團戰眼見的觀眾已經看得出來了 一開始喔 就是全部都是樹木的遊戲喔 那除此之外呢 這個地圖喔 到處都是木頭 到處都是這個樹木 全部都是 每個玩家喔 一開始都要在這個木頭中求生存 這個特色呢 就是誰的文明喔 選得好 優勢就越大 那怎麼說呢 像是藍方選的這個文明喔 是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的投石器喔 在這種窄口地形喔 還有這個奴炮 都非常好用 還有這個衝車 那所以這兩邊喔 都有這個選賽爾特喔 那賽爾特處之外喔 伐木速度很快喔 那只要在前期喔 伐木速度夠快的話 就可以提到蓋出房子喔 然後才開始可以產村民喔 不然現在村民是卡村喔 是沒辦法蓋村民的 你等一下趕快挖出四個空地喔 才能像他這樣子喔 趕快蓋出一個房子出來 好 蓋完房子之後 就可以 去把這個房子給蓋出來 欸 這邊蓋什麼房子 欸 這什麼意思 這怎麼操作 然後他又卡村了 蓋房子之後 然後蓋模仿 然後又把它滴掉 然後 欸 這個賽爾特人 怎麼怪怪的 那這個應該是台灣人吧 後面寫個台灣 然後這一場比賽應該是台灣對上居有的戰隊喔 欸 他為什麼這個是這樣打 有點看不太懂 那這邊現在卡村卡得非常嚴重 那匈奴這邊呢 有個優勢喔 是不用蓋房子喔 所以一開始這個村民呢 好 數量是 比較多一點的 啊 我知道喔 他剛剛是不是想要蓋模仿 然後低調 然後撒農田 啊 對啦 不好意思 我有點忘記這張地圖要怎麼玩了 那沒錯 我剛剛在想是不是 因為農田要蓋下去才可以有食物喔 才可以按這個村民 好 但是要蓋農田喔 之前一定要先下模仿喔 不然農田是蓋不出來的 好 突然想起來了 OKOK 我想說奇怪 這個操作有點炫啊 好 這種特殊模式我太少玩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文明 那紫色也是選擇賽爾特 賽爾特這邊是道德選的 那這邊也是選擇蓋下了一個房子之後 然後按了一村 然後再按一下模仿 模仿按完之後 怎麼樣來撒田喔 有田的話 就有肉 有肉就可以產村民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個文明 下一個文明是匈奴喔 匈奴的優勢就是不用蓋房子喔 所以在這種空間有限的地方喔 能可以撒出更多農田喔 爆出更好的經濟出來 那所以兩邊都有選匈奴 那再來這邊逃到選中國 中國一開始就是七村喔 所以一開始並沒有這個 一開始就有這個村民的優勢在 但這邊優勢好像也沒游到哪裡去的感覺 大家村民都是少得可憐 但這邊MIPER居然已經有九村了 這邊村民術非常多喔 這邊是匈奴 匈奴這邊九村 然後撒了一個田 就慢慢產村民了 好 那到了十村之後 又再蓋房子喔 這裡可能要按一個房子出來 然後才可以繼續蓋村民 那下方這邊青色呢 是選擇的是越南 越南這個文明在這張地圖喔 到帝龍時代 木頭 挖木頭就可以挖到黃金喔 所以到了後期是蠻有優勢的 但是前期我不確定能打什麼 前期我覺得能打的應該只有這個 頭車加大象之類的 如果要打工兵的話 我覺得會有點難打 但是也不好說耶 畢竟也可以出這個帝王戰馬 所以越南來說 打到後期或是中期 好像也不會太弱耶 哇這個選院好像 有一點有料的感覺喔 中國這邊就 他唯一的優勢就是前期村民比較多 中後期來說 出這個諸葛蓮奴 可能會被頭車車給投爆 我不確定耶 而且遇到越南的話 中國諸葛蓮奴也不可能出來 那最有可能就是中國會打奴炮了 奴炮可能是這場最有可能會出來的東西 再來就看一下下方 這邊也是匈奴 那目前兩邊的聰明樹其實差不多的 但是 Viper這邊他們還是比較頂尖的玩家 聰明樹還是稍微有點頂先的 台灣隊喔 我們把它稱為這邊是台灣隊好了 這邊就寫個台灣 台灣 台灣隊這邊 藍色喔 這邊村民樹居然只有六村而已喔 這邊是選擇先撒兩片條 然後還沒有挖出 房子出來喔 應該是這邊要先優心挖 他好像沒有把這個 挖伐木的村民去控好 這兩塊應該是要趕快先去把它挖出來 然後再用這個 蓋木槍方式喔 把這個木頭給滴掉 不知道現在還不可以喔 我記得以前是可以的 那就是這個 這個細節就是你可以在這邊蓋木槍 把這個砍掉 砍到一半的這個木頭的 橡木 直接用那個木槍給把它滴掉 就可以馬上把這個地方給 用下來 好這邊決定直接又蓋市集買賣一波 哇賽爾特這個 這個是不是更有料 這個 這個要買賣 哇果然 買賣一堆黃金 把木頭全賣掉 然後再把市集滴了 然後再蓋房子 好 那這邊賽爾特第一時間上了封建石道 原來他這一招是純肉上封建買賣一波 然後再點輪軸技術 然後再蓋兩棟房子 哇賽爾特這個戰術非常特別喔 跟我們以往的四義立國的一個認知不太一樣 別人都選擇不斷村 然後趕快 農出經濟來 然後他選擇是斷村 然後蓋市集 然後房子蓋下去 哇 這個賽爾特 真的 真的有想法耶 然後再點下輪軸一級木 那這個模式比較特別喔 那個產科技啊 還有這些 村民宿 還有挖掘速度 都比較快一點 所以一開始也不會花太多的時間 你會看到這其實 伐木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你看這木頭 哇用標的 很明顯喔 這個橡樹伐木速度太快了 好那兩邊目前慢慢轉出了非常多的村民出來了 好那開始有這個味道了 好 這個這張圖有趣的地方來了 現在就是要瘋狂伐木 然後伐出空地出來 那目前匈奴這邊已經 挖到了五千多木了 那賽爾特這邊買賣一波 之後 黃金只剩五十七而已 他這邊是靠這個買賣喔 好食物瞬間獲取到五百多 現在最領先的其實是賽爾特喔 但是如果要高速的去把這個 木頭全部罰掉的話 可能還是要靠這個投石車 但投石車也要升到中型投石車 才可以去 直接把這個木頭給砸掉 所以藍色這邊的一個問題點是 他這麼早上城堡時代 可能也沒辦法做到一些有效的經濟發展 反正是村民比較多的那邊喔 拔木木頭罰的比較快一點喔 反正更有可能可以去做到這個 經濟上增長 還有這個獲取空間的一個機會 好那到達這邊也用四千買賣一波 那這邊支援買賣的結果是 欸 石頭 石屋只有四百多 那還在繼續按村民 那賽爾特人這邊也是開始按村民了 沒有繼續斷村了 開始把自己經濟溫溫溫溫出來了 黃色Riper 是GL戰隊 最後一個上到封建時代的 他的玩法還是比較標準一些的 就是不斷村 然後瘋狂點村民 然後蓋蓋也是有蓋 這邊總共五片田 五片田的話應該就不會斷村了 做量應該是夠了 好這邊直接 蓋下一個市集 豪宅豪宅 蓋市集可能要買賣換個黃金 這邊應該是全賣木頭啦 木頭全部賣一波 木頭賣一賣 然後買了一些食物 食物買很多 然後再繼續賣木頭 好食物賣到 差一點 OK200斤 201斤 然後76115 這一村結束之後 應該可能就可以上這個城堡時代 等待會一樣就是 不捨的斷村喔 多按了一隻村民喔 其實他這一村是不用按的 好這邊可以點一下城堡時代 那這邊待會還要再蓋個兵工廠 欸還是不用蓋 他其實兇奴還是要蓋 這邊沒有蓋兵工廠 好像也不能上時代 還笑死 過來 他忘記蓋了 所以這邊有這個資源喔 還是沒辦法點城堡時代 你要蓋下這個四級跟兵工廠才可以 好蓋完之後馬上把四級給低了 然後再把城堡時代補上 好買朋友應該是有忘記了 不然這個四級其實不用低了 好那這邊 點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要怎麼打呢 我其實蠻好奇這張地圖 城堡時代怎麼打 因為我也只玩過一兩次而已喔 但是我那時候是玩到睡著 因為真的是有點太無聊了 前期就是很努力要發展空間喔 然後就這樣子各種窄 但是這邊GL戰隊全部先上到城堡時代了 那這邊塞爾特是最先上到城堡時代的玩家 那這邊直接開出了雙TC 欸他這個套路好像有點有料耶 用了一個早期上封建 然後蓋四級買賣一波 賺取黃金的優勢帶 然後馬上上到城堡時代之後 蓋下兩個TC 開始大爆村喔 但是這邊村民樹 農田可能不太夠 可能會稍微有點小小斷村 現在已經開始斷了 但是這邊是優先點下的這個手推車喔 跟那個級伐木 哇這個塞爾特伐木速度已經到達巔峰了 然後再加上這個輪軸 哇這個經濟好到一個不行 但是村民樹比其他文明少了一些喔 那這兩位其他選手 應該也是台灣了嘛 哇村民樹很多耶 甚至比GL戰隊的村民樹還要多 那這邊村民樹只有17吋雙TC開農 那DOT這邊也是用塞爾特的一個開局方式喔 但是這邊我們台灣 這位藍色的選手 優化的好像更好一點喔 很明顯我們這邊台灣隊的一個藍方喔 塞爾特的村民樹比DOT的村民樹還多上六村的喔 那這邊可能是有什麼細節喔 我們這邊台灣隊的玩家 可能會有一些 Mega在的樣子喔 那DOT這邊可能是不太熟悉張圖的一個流程喔 雖然他也招怎麼打喔 但是一些細節上可能沒有做的台灣隊這麼不好 所以這邊村民樹稍微有點落後了 落後是最後一名喔 DOT現在是21村最後一名 好那目前 越南這邊喔 經濟也是越來越好 但其實說經濟好也是 伐木的人很多 經濟好 好這邊點下了城堡時代 最後上城堡時代是越南喔 越南這邊上的非常的晚 好但是這邊農天氣灑的蠻多的 這該不會是想要樹地王 樹地王 欸真的是喔 黃金一千多 這邊已經在等這個食物囉 這邊可以考慮要斷村 有沒有可能 考慮斷村一下 什麼時代1好 點手推車 先點手推車二級目 結果也沒有樹地王 我還以為他要樹地王 然後樹點頭車 然後給隊友給他支援 然後馬上殺出去 我以為是這個劇本 看來不是這個劇本 好那這邊蓋下來一個工程製造所修道院 好這邊支援 直接開始出頭子車 利用時代肉還有差400 哇 越南這個套路好像有點有料喔 好肉類還差一點點 頭子車已經開始出 院頭子車的柿子需要黃金跟木頭 不需要食物了 頭子是不是按過頭了 不過他按下去需要蓋四級 四級這裡補了一個 然後這裡再買賣一波 帝王時代就可以點下 這邊可能要蓋個 欸不用 修道院剛也蓋好了 工程製造所也蓋了 所以這邊可以馬上點帝王 哇最先上帝王的 原來是越南 正想說越南是最後一個上城堡時代的 但是他是第一個上帝王時代的 哇 台灣隊這裡是不是很有料啊 欸很多細節他們都做到了 哇哇哇哇哇哇這個是怎樣 五六TC開農 熊姆這邊六TC 不用蓋房子喔 空間就是大 舒服 那這邊薩爾特也開始慢慢要來準備生死代了 黃金上有1400多 那由於這張地圖沒有黃金的關係喔 基本上黃金的依賴只能靠買賣 跟隊友的提供 所以這種遊戲的開局方式 會跟阿拉伯往往的很大的不同 而且還需要一些 隊友的一些 這個交易喔 就是 需要提供一些資源喔 才可以上得更快一點 但如果提供太多的話 隊友又會直接爛掉 所以要怎麼如何取得平衡 是這樣的地圖的一個重點 好那 越南這邊已經點上地龍時代 中型頭子車已經開始在做生產 用時代異考 要直接開始砸了嗎 先砸左邊的位置 先把左邊開片一拓新的土地出來 想要可能 喔 這邊可能是想要跟隊友先貿易是不是 我看懂了 先跟隊友貿易 先往隊友的地方開始砸 砸過去之後開始跑貿易 然後把這個 該點的貿易技術點一點 很有料 另外一邊開始砸對方的路 OK 那這邊 塔塔 這邊也要上到地龍時代了 基本上大家都已經要上了 那只剩兇主這邊喔 兇主這邊上得很晚 但沒有辦法 他這邊TC太多了 8TC 一下8個 哇這個太老梗了 可能沒有人知道這個 好 那上面這邊賽爾特 兩邊可能要開始互打了嗎 那賽爾特 兩邊都是地龍時代 這邊頭會頭的蠻快的 好 開始砸樹木 我記得以前HD時代的時候 這個投石車 要砸樹木的話 一定要點化學 那現在好像改成是說 一定要變成中型投石車 才可以砸木頭 有沒有點化學好像不是重點 重點是要中型投石車才可以砸 好 是這麼一個點故 這以前的版本中型 那我記得現在的這個版本喔 高敏的奴 奴相砲 好像也可以直接打 打穿這個 速度的樣子 但我不確定是不是需要點化學 這部分有點 曖昧啊 這個記憶 這個 經歷太多版本 有點搞不太懂 現在版本 到底什麼 什麼東西可以幹嘛 像高敏這個應該是需要化學的 我今天印象讀應該都是要化學 但是現在這個版本 真的是需要 只需要中型投石車 就可以 開始投這個木頭 那其他單位 要去打這個木頭 我記得是要點化學 好那這邊上方 投石車也這邊砸的差不多 這裡有兩邊 5TC開農 哇村民術非常多啊 Viper這邊123村 但是比較更多的是這位 匈奴玩家 村民已經只上200村了 這邊木桶已經飆到了 35000 所有的木材 187村還可以再多 哇 這個村民上限是多少 應該也是200人吧 所以他是打算直接平到200人口 然後大伐木這樣子 好那這邊 越南慢慢開始往隊友家裡靠近了 這邊再大馬一波 好投石車慢慢往上走 均勻補下 哇塞爾特該不會是要打步兵 但是 道德這邊有準備好嗎 這時候如果轉步兵會秒殺吧 欸他已經在升了耶 雙手劍兵 哇塞爾特這邊升級超級速度 非常快速 已經快要接近到了 道德這邊應該是會第一開戰的地方 道德這邊有預知到嗎 已經快要接近到對手了 可是這邊連近我快升好的情況下 很危險的啊 道德很危險 道德如果這邊要轉出步兵的話是非常困難 因為沒有城堡 沒有城堡 如果對手直接出步兵的話 家裡完全防不住 你只用投石車防 跟奴跑 但不太可能守得住 因為人家也是塞爾特 跑速度很快 基本上跟這個傭兵沒什麼兩樣 這個跑速 可能比傭兵慢一點 傭兵還是比較快 喔這邊互雜一下 好這邊 市井 會第一時間補下 箭塔還是城堡嗎 還是直接蓋均勻 好這邊台灣隊的藍方賽爾特 已經準備好了劍兵勇士 劍兵勇士出來 而且有三防了 TC完全打不通 劍勇無雙 開砍 哇 不居了 好但是有城堡還行 趕快買了一棟城堡起來 哇這個地圖要買一棟城堡超貴的 這個造價非常昂貴的 好這邊城堡也蓋超快的 好這邊城堡蓋好 稍微能頂一下 這邊後面稍微要轉出一些衝車 但是前面蓋BK就可以了 前面我是直接開砍 但是 道特完全沒有守的方法 這邊只能出賽爾特 松蘭武士摔擋 但松蘭武士也不一定打得贏 松蘭武士的數值其實是原裝進口的 以這個劍武來說差了一些喔 因為禁兵友誌的 原裝進口是13攻喔 一攻預防 好不好 一進防一圓防 但是松蘭武士是 原裝武士10攻而已喔 傷害而且還沒有防禦力 禁防還沒有 哇所以禁兵友誌 完全是可以屌打松蘭武士的 這邊就算蓋城堡 可能也會直接著火 哇真的禁兵友誌數量太多了吧 哇 道特直接被秒殺 台灣對 賽爾特好猛 這一波進攻 直接手撕城堡也沒問題 那這邊賽爾特其實城堡很硬喔 7200滴血 那順帶一條 這邊 賽爾特的城堡 只要點下銀罐之後 就可以增加這個劍塔的射速 防守來說會比較強一點 這邊 道特已經被輾過去的感覺 哇這個 這個是台灣的嗎 感覺有點像欸 開始在打11了 開始嘲諷對手 開始在笑了 這邊賽爾特直接輾平了 道特 道特直接沒有了呼吸 那現在 賽爾特這邊馬上要去找下一家 BIPER了 BIPER這邊有準備好嗎 那道特直接被滅過 村民有沒有話逃出去 只要村民全部倒光 建築被拆光 道特就宣告退出 10場遊戲了 那下方這邊 卡套跟BIPER已經 開始在做貿易了 那下方這邊也是 匈奴跟 越南這邊 也是在爆貿易 超級貿易一波 那左邊這邊 打完之後這邊也要開一條路 去跟賽爾特開始貿易了 直接在道特家 蓋 幹到非常多土地 直接在道特家蓋一堆房子 這是房子沒錯吧 對 我有種我看了三小的感覺 這那種 不是常規遊戲的 四季帝國 看起來就有點像在看別的遊戲的感覺 這感覺很不一樣啊 好這邊有一些 有些遊俠 這邊BIPER選擇打遊俠 確實喔 遊俠的程式比較快一點 不過出這個達拉漢奇兵 可能會有點慢 雖然他也可以點 這個銀罐點下去之後 也可以在馬丘下 生產達拉漢奇兵 那目前是 需要 攻堅單位喔 達拉漢奇兵 會稍微比遊俠弱一點點 那遊俠來說 綜合體質還是不錯的 血量多 然後進遠方也不錯 但是 就不像和達拉漢奇兵喔 對這個建築物有外傷害 但目前BIPER需要的 不是建築物有外傷害 而是這個弓箭的力量 但是目前越南出的是大象 大象是可以 康克對手遊俠的 BIPER這邊遊俠 可能要稍微小心一點 那頭子車這邊 可能要秀一下操作 直接硬砸大象 但大象直接貼過來 頭子車可能會不保 越南這邊頭車的跑速 是比大象還要慢的 哇 直接被頂掉一台 第二台直接被守住 BIPER的遊俠直接上來硬抵 頭車互相砸來砸出去 遊俠開砍 這波進攻能打得住嗎 感覺快要量掉了 越南大象雖然可以 counter遊俠 但是後面的頭車在輸出 BIPER的遊俠也砸到一發非常痛 那剩那一條 越南大象是遊戲裡面最多的 然後點下銀罐之後 銀罐之後 有的銀罐銀罐銀罐 血量就會變成420滴血大象 OK 銀罐點下了 420滴血大象超級坎 哇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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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著很兇 但是後面有這個中國連弩 在後面輸出 這一波進攻能一個人擋住嗎 越南起司一個人在防守 匈奴這時候還沒有暴兵過來 第一時間匈奴還在農 主要是在提供經濟給隊友 然後在幫賽爾特這邊開路 上方這邊一個窄口出現 但中國連弩數量不夠多 其對大象的殺傷力是還好 這邊大象盒再撐個7749推 應該也沒起太大問題 而且這邊還有出中型頭子車 可惜又還有雜後方的 這個由中國連弩 但是VIPER左邊這邊已經被開通了 後門被開發 VIPER要怎麼去應對後門的一個應對呢 後門賽爾特已經跌了過來 第一時間要想要來拯救隊友 軍兵友是跌了過來 VIPER打出了GG 下方這邊 只靠越南一個人 守住了正面 哇 結果 休奴是來這邊農村民的 好像沒有做到什麼事 最大的事應該是開通貿易線 然後提供資金 然後越南這邊大象大量的出 然後後面出點火炮 然後投資車 開始砸對方的遠程單位 這個大象真的太狠了 420滴血有個印 然後在這邊賽爾特 劍兵友是在淹過來 VIPER真的是擋不住 後面完全沒單位 就算後面想要出單位也來不及了 因為這邊前線的遊戲要往回拉 基本上家裡BBQ了 那家裡BBQ之後回救 然後正面又打不贏 所以VIPER真的是只有死路一條 那道德這邊真的是被殺得有點防不勝防 沒想到對方的一個劍兵友是 這麼早期就可以出來 那看一下這邊經濟 經濟應該蠻扯的 這邊挖木頭挖最多 果然是這個兇人 兇人這邊 哇 這邊進攻 資源速有點誇張 92781 那這邊越南跟賽爾特龍 兩邊都拿到資源很多 這很明顯兇人就是 我就是藍農的 我沒有要出兵 你們兩個打他們兩個 打他們三個 沒有這個戰術 在這個地圖相當好用 連道德都真的是擋不住 道德應該也覺得很奇怪 欸 為什麼對手的兵可以那麼導入出來 這個劍兵友是出來的時間真的偏早 那道德也雖然是第一時間有反應過來 馬上去蓋下了城堡 但是也是來不及 馬上被這個劍兵友是給都根掉了 那兇人這邊很單純 8TC CANON 然後利用這個不用蓋房子的優勢 把自己的村民拉到最大 然後把所有的資源給上個隊友 好 那這場比賽也是打得相當精彩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來幫忙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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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